除了用index之外,还用index 不过函数其实差异性不大 如果有兴趣同学想要多了解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用index 我用的方法下面都有做一些说明 它有点像range物件 只是把资料也是抓过来的意思 我比较建议各位干脆用VBA算了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复杂的事情你干脆交给VBA算了 那怎么写 接下来我demo一下 有两种写法 第1个解法,第2个解法 那还有个清楚 所以我demo一下 就是两个按钓 按下它自动带过来 按下它自动清楚 这个的话是用VBA写的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特别重要,如果你有刚刚的概念 你就直接 拿来做撰写就可以了 那当然未来你也可以 类似的问题 你也可以把它套有点像范本 反正我这边有一个范本 将来如果说你有遇到 类似的东西 你干脆参考之来改来写就可以 首先的话 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再说一下 第1个的话 一样我们先在哪里呢 先在我们的模组里面 按右键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第2个的话 这边输入一个什么 人事分档 有没有 你这打什么 其实我讲了sub 然后人事分档 你按一个Enter 这边就自动产生Enter Sub 再来的话 先跟它讲几个讯息 因为我前面讲过了 我要输出的范围 是在哪里 这个范围 应该12345678 在这里 大概 4栏 然后有8列 4832 所以未来如果说 你要输出从这边 这边输出到这边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可以先给它 一个跟它讲说 我未来我要输出的范围 for i i是第几列 等于第2列 到 第9列 因为总共有8列 Enter两下打一个Next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范围 2到9这个范围 意思就是先把这个范围先框起来 跟它讲说 待会你一定要帮我丢资料过来 然后一样 我讲过 列的话是2到9 蓝的话是多少 这个你不能用D到G 所以你要转 4到多少 4567 所以4到7 那蓝我前面用过 我习惯用J 有没有 所以你就打一个什么 for J 所以这边都按一个Tab 下一阶 for 所以 追等于4到7 一样Enter两下打Next 这样意思说我先把那个范围框起来 所以以后把那个框起来 框起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这个储存格的名字 这个储存格就是叫什么Sales 以后你就记得什么Sales I列的追篮就可以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把这个东西抓过来 问题来了 这个这个是 B B蓝的第几列 第2列 B2 B3 B4 一直往下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资料抓过来的话 两个方法 你可以用Range 你也可以用Sales OK 那我要怎么 取得 那我干脆用Sales Sales 刮胡 第几列呢 我从第2列开始 所以我先输入2好了 逗点 哪一蓝 B蓝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样输出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 全部都是什么 B2的资料 就是这个入职时间 都这个 那如果说我将来希望怎么样 这个数字会变 第1次输出 是第2列 第2次输出是第3列 第4第5第6一直到最后 那我前面好像有写过 类似的程式 不知道各位没有记得 用K 如果你要让它加1的话很简单 把这个 预设值写到上面 就是K 等于2 第1次先2 意思就是 它第1次的值是2 然后所以你把K放进来 那之后怎么办呢 Enter一下 K等于什么 对 之前写过 套一下就好了 跟各位讲这样要不OK 你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第1阶段完成 有没有 城市会复杂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 怎么讲 假如你真的可以 把VBA 就是说熟悉的话 很多时候 并不会比较复杂 我觉得 OK 因为反正你就照着填控 我要的资料在那边 把Sales IC 就把那个东西带过来 不就OK了 它意思就是把后面的东西 帮你复制到前面来 其实这个作用跟Index 其实是一样的 Index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只是说Index只能写在同一行里面 它没有办法像VBA写在多行 写在多行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分开来慢慢 拆解来看 可是如果你写在公式里面 你只能写在一行 如果出错的话 你要找错误 我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有时候不喜欢用公式 就是说如果太长的东西 我自己光了找 我都觉得 很头痛 更不要说 对于那个公式不熟悉的人来说 OK VBA的好处就拆解来看 你一个慢慢看 错错在哪一行 你也可以比较容易找到错误 不过基本上 尽量不要写错 的话 那你跑起来也就很顺 但是还没结束 再来 我们要怎么样 把 这边切割 那切割的方法 其实可不可以用刚刚MID的方法 其实也可以 外面加个MID 刮弧 这个资料就是这个 对 斗点之后的话 他一样会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算这个栏位名称的什么呢 就是长度 所以我们可以用LEN 刮弧 那问题来了 我们本来 我们那个地方是D 前面锁一个E D锁一个E的话 我教各位 如果 两个都锁你用Range 就是 栏跟列都锁 但是如果锁单边的话 你可能用Sales 是 因为我锁哪一列呢 第一列 所以有点像这个就固定E 锁1这边就用E 斗点 D1的D没有锁的话 你就输入J就可以了 因为J实际上 就是哪一蓝的意思 有没有 所以他 4 第1次是4 4的话 那就带过来 等于是第4蓝的第1列 那不就一样 再来不就第4蓝的 第4蓝也是第5蓝的第1列 第6蓝都一样 后刮弧一下 这样都OK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写法 就等同于什么 刚刚写的 什么 我们不是用LEN LEN 然后后面不是D 紧1吗 如果是紧1 紧1 不是 前1 $1的话 那你就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哪一个出生格 Sales 后面呢 记得 把这个会变动的 就把它改成J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将来你向右拉 他会变成E FG OK 这个概念 可以把它记起来 因为未来 可以用 同样的招式 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还蛮好用的 有点像套公式 反正我的建议 如果你实在是 不想要 挫折感那么深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拿我的范本去抄抄写一些 改一改吧 重点 抓住了 其实说真的 很多东西就可以很快的赢认 而且 不然说真的 很多时候还是蛮累人的 OK 因为我 之前上课 同学给我的反馈最多是说 他们觉得最有效的 就是直接拿我的范本去抄一抄 他说 太好用了 等到他抄熟了之后 他自己抄就慢慢会改了 所以我当然不奢望说 你们 每个人马上 什么都会了 又不是每个人都天才 而且又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用这些东西 所以你又不是每天都在用这些东西 那你一定会忘记 还有一点就是你一定会不熟 因为主要是熟不熟 像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怎么会不熟 并且已经都会 但你们如果不是像我们每天都在用的 我是建议 你可以 干脆拿那个已经对的东西 当成范本参考 就是说有点像 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以前 记得那时候没有 那个 北宜高速公路 的时候 我都走滨海 或者走北宜 那时候其实 因为那时候在 元氏大学在那边有开学分班 然后我大概两个礼拜去一次 可是每次去一次 简直是累死我了 因为开车 后来我发现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只要跟着前面的车子开 他开快我就开快 他开慢我就开慢 结果发现好轻松 我就照着他的路线开就好了 不过就是不能让他知道我一直跟着他就好了 不然他会 他会突然慢下来靠边 然后你先走 他就不让我跟他了 尤其是在那种晚上的时间 晚上时间开车 北宜高速公路 简直是完全身手不见五指的路 但是如果前面有一台前倒车的时候 简直是看到 一盏那种像 灯塔一样 走着走就好了 对不对 一路就开回家 就到了 不过就是要有一个前倒车 速度可能要跟你差不多 不然的话 还是要 OK 大概是这个概念 后面的逗点 什么 多少 几个字 99 然后刮壶 好 城市大功告成 直接执行一下 有没有写出来 执行给各位看 不对 这边有错误 哪里有错误呢 所以城市有时候最好是不要一边讲 一边做 很容易出错 有没有哪里出错 看得出来吗 MID 最怕是那个什么 刮壶的位置 这个 这个 加二 这边 加两个字 OK 因为有时候要专注 这词真的很花时间很花力气 所以有时候我以前我记得写成日写完之后都头晕脑胀的而且都很容易嗜睡 有时候假日都睡一整天的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这么累 因为脑筋在动 现在的话就比较不会像以前这样 因为以前都是 一直穷尽脑力在那边 现在的话 就是会 先看一下我以前怎么写的 有点像把自己当成是 前倒车 这样子 OK 所以有时候你写过东西不代表你之后也还会记得 不要以为你那么记忆力都那么好 所以你现在做对的事情请尽量把它记下来 不然下一次你就又忘记了 好 执行 再执行一下 Need 这个东西 L1N两个字 那刚刚应该 可能是不是旧的资料还在 好吧 旧资料删除 最后当然蓝宽部分 我们刚刚不是锁动吗 所以最后其实如果你要让它蓝宽自动调整 你可以打一个什么Column 在VBA里面一样有Column 不过要加S Column 然后哪一栏呢 郭阿虎跟他讲说我要从D栏到 趋栏 帮我做什么 做点什么呢 他有个方法叫Auto Fits Fits就可以 AutoFits 如果字没打错 你如果打全部都是小写 移开如果变大写 那表示你字打对 如果移开还是小写 那表示你字打错 有 他手字变大写 这个就是自动调整篮宽 哪些调整篮宽 D篮到G篮自动调整篮宽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自动就调整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 就大功告成 这两段程式码 其实云端上都有 而且写的一模一样 有没有 其实我尽量都不要 一下 写 这个一下又写那个 尽量还是有统一的规则 而且你会发现 这很多东西都一样 K 这个东西 有没有 K等于K加1 还蛮好用的 是不是只有这里可以用 没有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而且 超级好用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 尽量多找一些案例 多多去练习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原来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而且程式有几行吗 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本来 这边 MID没有的话 更简单 就是这样的罗级而已 MID再加上去 A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用index函数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且反而 index真的用起来 好像也还是似乎有点复杂 所以不如怎么样 把VBA学好就好了 所以有蛮多同学 当他学VBA学的差不多告个段落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老师我还是听你的了 现在我几乎做很多事情 都直接用VBA写就好了 不过它是有阶段性的 刚开始他还是没办法接受 可是当他慢慢把VBA链熟之后 他讲的话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阶段 不是说马上 不过需要 一点时间 那可能因人而已 所以你可能 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受 那表示说你已经 这个功力已经又向上提升一阶了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